政府将协助广汇造留医院取得进一步的发展, 使医院能够为新加坡人提供更好的服务。 首先,政府关注广汇造留医院是否需要搬迁的问题。 医院的地契,据我了解,到了2015年将期满, 医院董事部希望政府能够延长地契, 政府也了解他们的心愿, 也认识到医院限制的历史意义和价值。 市区重建局已经跟广汇造董事部商讨过这个问题, 并且达至了共识, 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好的具体的办法。 我们将保留一部分具有历史意义和代表性的建筑物在现有的地方, 其余的土地将进行重新规划。 这是一块非常珍贵的土地, 因为附近就是文庆地铁站, 因此必须充分利用这块土地。 所以,应该保留的,我们将保留。 可以重新发展的, 我们将尽量重新发展。 医院限制的一部分土地将归回国家, 那另外一部分包括这些有历史性重要代表性的建筑物将保留, 并且有足够的空间重新发展, 更密集的发展, 发展更好的, 更高水平的建筑和设施。 我认为这是妥当的解决办法, 既能让广汇照留在现在的地址, 又能照顾到国家发展的需要。 我希望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。 当然,广汇照这个品牌, 不应该只局限在石龙岗路这一块地段。 政府希望广汇照留医院能够继续提升, 与时并进, 在我国其他地区提供更多护理服务。 老人家许多新政都有, 国家到处每一个角落都有乐龄人士。 我们都希望得到广汇照留医院的服务和关怀。 如果广汇照留医院能够扩大日间康复中心的服务, 或者在其他组屋区设计医院, 或者在其他组屋区设计医护中心, 以及提供家居护理服务, 这等等将使更多贫困的老年病人受惠。 他们不一定会通广东话, 可是我想他们都会说, 多谢菜! 最后让我祝贺广汇照流医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并且祝愿这所百年医院继续在我们的社会发光发亮 造福广大人群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李总理带来的好消息 感谢观看